我首先要講的是《使徒》, 因為它是一個最美的一部分在聖經裏。 這就是講到愛。 並不是保羅自身所要講到愛, 而是他寫下這些教導我們。 當然,我們想說, 人類之間的愛, 首先,我們想到愛, 就是人類之間的愛, 人類可以有的愛。 甚至在動物之間, 他們也有愛, 甚至在動物之間, 他們也有愛。 如果我們看到, 聖經教導師, 尤其是宣慶者曼希盟, 甚至是愛, 是宣慶者曼希盟也講到, 因為愛, 讓宇宙萬物存在。 但我們看到, 這個人類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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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非常美麗, 非常美麗, 不能永遠繼續, 而很多時候, 都會覺得, 不足夠的。 為什麼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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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夠的呢? 因為很多人, 尤其是今天, 很多人, 科學家, 或科學家, 都會說, 這個愛, 只要是社會的健康, 社會的健康, 而社會的愛, 因為如果不然, 我們會被殺死。 如果有一個人類的社群, 我們可能會產生這樣的殺戮, 就不存在了。 例如, 這群組合, 如果有某種類的愛, 可以更加增長。 另外, 如果我們說這個, 像在過去的教學家說, 你必須有愛, 為什麼呢? 因為你是人類的。 或是, 因為他是親戚, 他是你的孩子, 他是你的妻子, 他是美麗, 或是他長得很美麗。 但是, 您知道, 是不足夠的愛, 那這些愛是不足夠的, 不足夠的, 而是不足夠的。 那樣的愛是不足夠的。 在神的奧秘之中。 這愛是在神的奧秘之中, 因為神是聖善民。 耶穌基督說, 正如耶穌所說的:「如父神愛我, 我也如此愛你。」 這是另一種愛, 更深奧的。 而是更更奇妙的。 因為這架構在耶穌的身體內。 我們愛, 因為我們是一位聖善民主, 因為我們是在耶穌體內的肢體。 所以,這個愛不只是情緒上的愛, 而是一個存在的愛。 而是一個存在的愛。 我們是在耶穌基督的身體之內的。 我會講一些很實際的事情, 讓你們有這樣的概念。 在耶穌體內, 我們是彼此作為肢體。 例如, 如果這架構是一位人, 另一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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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全都成為了一個身體, 而這就是耶穌基督的肢體。 所以,耶穌基督的身體, 並不是只有這位身體, 而是聖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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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非聖善民主, 而聖善民主, 並非聖善民主, 並非聖善民主。 我會講一個例子, 我永遠沒辦法忘記, 就是我成為聖善民主。 你看到, 聖善民主, 在聖善民主, 你會看到嗎? 我永遠都把聖善民主, 讓聖善民主, 讓聖善民主, 聖善民主要先寫著聖善民主, 所以聖善民主要從聖善民主, 以聖善民主要在聖善民主, 神父要小心謹慎地, 將這些穴屑在聖部上收集起來, 使用。 我當了一星期的教會, 我當成為聖課後, 我非常慢地, 因為我希望非常小心地 與耶穌基督的身體, 小小的穴屑。 他們說, 在第一年, 聖課會害怕神父, 第二年, 在第三年, 聖課會害怕神父。 所以,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他不在乎, 他會把身體放掉, 對嗎? 因為如果他不在乎, 他可能會把身體扔掉。 所以, 我們在聖課會一起聖課, 他會去聖課會說, 為什麼你會動作的很慢, 我們必須要在擔任聖課。 所以我反而問, 祂問我為什麼要做這個, 我問他, 因為我害怕, 你能夠做傷, 我必須要清洗很清潔。 他問我, 你做得非常好, 因為這是耶穌基督的身體。 但是他提醒我, 要記住, 耶穌基督的身體是所有的人, 當主教說, 你做得非常好, 因為這是耶穌的聖體, 但是你千萬不要忘記, 在做的信徒之中, 他們也領受了聖體。 所以,不要忘記, 他告訴我, 這是聖體, 這是聖體的聖體, 因為它是聖體的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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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聖體的聖體, 在聖體的聖體上。 我不會忘記, 因為很多人在聖體上, 關於聖體的聖體, 他們忘記, 聖體的聖體是聖體的聖體, 對嗎? 我們不會放聖體的聖體, 而會放聖體的聖體, 並不會放聖體的聖體, 並不會放聖體的聖體。 所以,我們愛, 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次, 我們愛, 因為我們先廢愛。 因為我們所感受的聖體, 對我們所感受的聖體。 因為我們體驗到我們的存在, 因為其他人愛我們, 而他就是神的聖體。 如果我們不良善, 我們會拒絕神所愛。 如果我們不良善, 我們會拒絕神所愛。 我告訴你,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寫著說, 愛, 所有人都明白愛, 並不像這樣, 愛是神所謂的秘密。 愛是在奧秘之中的愛。 愛是存在的, 並非被淘汰, 因為是很簡單的, 愛會被淘汰, 像是色彩, 像是色彩, 有些人說, 我可以來愛, 我可以將我自己獻上, 你覺得這是這麼容易的嗎? 聽起來是很美好的, 我選擇愛。 除此, 這對方的有些人將被釘在十字架, 特別是她所愛的人將他置於十字架。 因為很多時候, 因為對方很難接受愛。 也許多次因為愛的拒絕, 或許多人的問題, 或是因為人類和彼此之間的衝突。 也許多次因為魔鬼的遺憾, 我所說的愛是所有事物的心。 甚至我們所謂的罪, 是一種禁止的愛。 甚至我們所謂的罪, 也許多次是罪。 罪並不是觸犯了慾法, 而是你遠離的愛。 你愛的方式是錯誤的, 或是你愛錯誤的, 或是你愛錯誤的, 例如我愛自己, 我愛自己, 所以我並不愛你。 所以我們必須明白, 我們所謂的罪, 罪就是扭屈的愛。 如果你看到聖誠, 當他們看到耶穌神, 他們並不是說, 我們愛你那麼多。 他們說, 你愛你那麼深, OK, 別讓我們到頭上, 但是你再罪, 再罪我們後來。 所以, 魔鬼的問題是, 他們愛自己, 而他們並不想愛別人, 他們並不想愛神。 也不愛其他人。 當時, 聖誠保羅所說, 愛是最偉大的, 愛是最偉大的。 愛是大過於神經、奧夢的世界。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很多人們, 有些人專注於奇異的世界, 那邊有地震動, 還有其他不可知的事情, 誰會在乎愛的事? 因為愛不會喊出來, 因為愛不會喊出來。 愛是非常實質, 非常謙卑的。 我們請神給神, 有不同的禮物, 聖誠的禮物, 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是誰請愛?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聖誠的果子之中, 我們可以要求祂說, 讓我們有講到的恩師, 有先知的恩師, 有其他種種的恩師, 誰向神要說, 給我愛呢? 什麼是愛? 其實愛是, 實際上是, 比如說, 要辛勞為一個人, 要利用他。 愛就是服務, 就是為人犧牲。 誰要求聖誠的孩子, 去醫院, 去醫院, 去服侍、做義工, 去清理糞便, 去為那些精神有問題, 狂教的人來服務呢? 在聖誠中, 我們曾經有一百多年, 或許多年, 在聖誠中, 在聖誠中, 並不理解, 要清理糞便。 有些父母說, 這是什麼事? 這很可惡, 我來這裡祈禱, 而不是清理糞便。 在聖誠中, 有一位神父, 可能超過一百歲, 已經年老, 神之不清, 終日躺在床上。 所以你必須要清理祂的糞便。 有些神父說, 我來到這個修院, 是要來祈禱, 我們來做這些事。 有些父母說, 這是真正的神學, 所以我們必須要求神, 不是要做神奇蹟, 但要求愛, 因為愛是永不止息的。 因為這就是神奇蹟, 而是永不止息的。 而不是專注在說, 哪裏有聖徒, 我就趕快去那邊看看, 哪裏有聖海, 或是有奇異的事。 我並不是說, 這樣子的事情是不好的, 而這樣的事情並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 當神奇蹟發生的時候, 並不是只有神奇蹟發生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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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神是愛所有的人類, 那祂的效用, 花費在全人類。 然後, 最終的愛是, 是參與聖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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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地更新生活。 所以, 我經常說, 幾乎每次都在這裏, 可能是很擔心的, 但是, 這是真實的, 我們來到這裏, 為了更加強烈的參與聖禮儀。 在講道中, 你會不斷地聽到我, 不斷地重複關於愛, 也許你會覺得無聊,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常常來參加聖禮儀, 來增強我們的愛。 西方的思想, 為什麼我存在呢? 我實在是, 因為我可以考慮, 我可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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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證明是, 我實在是, 我實在是, 因為我可以在基督宗教中的存在, 我能夠愛, 所以我存在。 在聖經節, 我們稱為關於關注的題目的, 並不是在一些人的想法, 但和別人有信心, 或是在一起和別人, 而是我們可以賦予愛的。 聖禮儀是一個深奧的極度的愛, 是一個共存,讓祂產生存在。 這個完整的愛,讓聖父、聖子、聖靈的存在。 我不是想說,我認識了聖教學, 是一個基礎的基礎, 但是我再說, 我們不明白, 聖聖禮儀是這個極度的愛。 這不是三個人, 人們在想, 什麼要做, 人們在認同和不認同, 沒有。 神學就是父式源頭, 當然你們會說,我知道。 但是關於聖三、三位一體的愛, 他們不是三個分離的個體, 彼此思想說,要來如何愛。 他們是在這個深深的愛中, 讓他們連結在一起。 所以,聖教學的藝術, 並不是一個種類的藝術。 其他人說, 我沒有想知道聖禮儀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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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 對於聖禮儀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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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 與神聖神明慧是一種 basics。 也代表是聖天的慶! 我沒有説是 Him一概念 這個史念、是主持人之中, 我説如果我們執行聖 daranLYP, 我們必須明白, 你必須知道,這就是最終的愛。 當我講到愛, 我並沒有誤解自己的愛。 我並沒有誤解自己的愛, 你的孩子並沒有學習, 你會說,我並沒有誤解自己的愛, 我並沒有誤解自己的愛, 我並沒有誤解自己的愛。 當然,你會誤解自己的愛, 但你會誤解自己的愛, 你會誤解自己的愛, 因為如果你不做這個愛, 這不是真正的愛。 但是當你懲罰他的時候, 你必須要告訴他的錯誤是在哪裡。 當然,愛是以智慧而行的。 但我再次說, 愛是最美的, 也是最難行之的。 因為如同保羅所說的, 即使使人會行神的方言, 即使使人這裡的任務。 那些都會終止。 但是在耶穌基督的聖體中共融、彼此相愛, 並且在耶穌基督的聖體中共融、彼此相愛。 聖徒保羅在羅馬書中講到, 有誰能讓我們與基督的愛分離呢? 也不能將我們與基督耶穌分離。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愛死, 我們仍然在耶穌基督的愛中, 我們仍然在耶穌基督的愛中, 在耶穌基督的愛中, 我們仍然在耶穌基督的愛中。 這因此,在教堂中, 我們會祝福死的活動。 我們仍然在耶穌基督的愛中, 我們仍然在耶穌基督來為祂祈禱。 在教會中,沒有死亡, 因為是死亡。 在耶穌基督的愛中, 並不是永恆的, 像古代的俄羅斯和其他人說的。 並不是永恆的。 神竟然提供了祂的聖誕, 因為祂愛他們。 神竟然愛天使, 而這個愛永恆永恆永遠。 因此,是為何, 神竟然存在聖誕, 神竟然在聖誕, 讓他們繼續存在。 我終於結束後, 我想說, 記住在古討論的說話, 他將自己的生命為愛, 他將自己的生命為愛, 將自己的生命為愛獻上。 他將會受到迫害。 在《雅各》的書卷末後的幾章, 愛如烈火。 在《雅各》中被燒傷, 或是在《雅各》中被燒傷, 還是在《雅各》中發亮。 而是地獄並非如西方所講述的那樣。 而是地獄並非如西方所講述的那樣。 而是拒絕愛。 而是在一個充滿愛的地方。 而是在一個充滿愛的地方, 他們拒絕這個愛, 只愛他們自己。 而這就是他們的受益。 因為你不去愛, 反而將這個愛都淹沒你自己。 其實, 任何心理學所講到的, 是拒絕愛。 而在心理學所講到的, 是 錯誤的愛。 所以, 我們會繼續続一個第二部分, 我們會進行禮法。 這裡的是, 你會從自然的祈禱前來, 在一旦的聖師手牽者時, 便會成為聖師的基督, 才會成為我們所有的民眾。 這就是聖祭禮儀, 這就是最終的愛。 今天, 在聖祭禮儀, 這就是聖祭禮儀, 聖祭禮儀。 在聖祭禮儀的手中獻祭。 當領受者來領受, 不是單單地為他們, 他們也領受到其他人。 所以, 我們嘗試更加理解聖祭禮儀, 聖祭禮儀是真正的愛, 無窮無盡的愛。 是真正的愛。 是真正的愛。